男主有俊是一个碌碌无为的三流记者 整日游手好闲 这天有俊得知了他的同事 外出采访了好多天都没有回来 于是有俊开着一辆二手破车 去想看看到底是咋回事 在路过一个叫无犯罪村的地方时 不小心发生了车祸 这时一个附近的村民走过来帮忙 看着车一时半载也修不好的 有俊也没招 只好跟随这个村民 到他们村子里暂住一宿 等车子修好后再走 到了这个村后 有俊一看 哎呀妈呀 这个村子里的男人全是老光棍 正琢磨呢 老村长突然冒了出来 当然他也是一个老光棍 这老村长看有俊的眼神就不太友好 像有人欠了他一百万似的 一脸的官司 村民临走时叮嘱有俊 天黑后千万不要到处乱跑 很快夜幕降临 老村长拿出了老村长酒 号召大家热情款待有俊 期间有个村民问起有俊是啥职业的 有俊一本正经的回答道是记者 顺口问一问 村民有没有见过他的同事 没想到有俊刚问完 这帮村民翻脸比翻书还快 尤其是老村长 马上宣布酒局结束 回去睡觉 在往回住处的路上 有俊瞅见了路边的一个电箱门开着 正想通故通故 这时一个男的提着裤子 从一件屋子里走了过来 嘴里还嘟嘟囔囔的说着 还是年轻女人好之类的话 接着他把闸刀推上 锁好电箱后便离开了 原来这个电箱是控制屋内灯光的 有俊凑近一看 屋内有一对母女 有俊觉得很蹊跷 但也没法去问 到了第二天 有俊问村民这母女俩是咋回事 村民告诉他 这娘俩流浪到了这里 无家可归 被好心的村里人收留了 老女人得了癌症 村里人轮着班地照顾着他们 当晚 有俊坐在小屋边上观察 结果发现有几个男的 在对小姑娘做不可描述的事 其中还有那个不是久的老村长 有俊打量着自己的小身板 肯定掰不过这群老光棍 于是躲在一旁观察 等他们走了之后 有俊打算救出这个小姑娘 可小姑娘说他不能走 要留在这里照顾他的母亲 同时小姑娘也说出来了 他们的悲惨遭遇 原来母女二人都患有夜盲症 晚上看不清东西 所以一到晚上 村里人就把灯闸关了 进屋欺负他们 到了第三天 有俊无意间听到了村民的对话 他们打算把小姑娘弄死 因为小姑娘的母亲快死了 他母亲一死 小姑娘就会逃出去告状 有俊还听到 原来他的同事 就是因为这件事 被村民给杀害了 随后有俊在一个狗洞里 找到了同事留下的杀人证据 他打算拎着小姑娘一起逃走 这次小姑娘也决定逃走 为了不让母亲再受侮辱 小姑娘用被子捂死了自己的母亲 接着又一把火烧掉了整个屋子 得知此事的村长 带着一帮人过来围剿他俩 这次有俊终于做了男人该做的事 他凭借自己的智慧 和不怕死的精神 来了一把反杀 最后杀光了全部村民 救小姑娘于火海之中 失去本性的人 他会选择戴上面具 面具的属性 也变成了他的本性 用力去撕破那张虚伪的面具 你会看见 数不胜数的丑恶猪脸 他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的 他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的 要是不胜数的丑恶猪脸 不胜数的丑恶猪脸